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同大菩萨 不是小菩萨 小菩萨还未得 做不到 华盐经上讲的法身菩萨就是大菩萨 他们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换句话说不做了 不做 他去哪个境界 一真法界 什么叫一真法界 无量无边的法界 现在讲各种不同为次的空间 它全部突破了 这就叫一真法界 现在科学家知道没办法突破 在物理学里面发现了一件事叫加速度 如果我们的速度能超过光速 在理论上讲就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进入到未来 换句话说 时空的障碍突破了 这个突破 我们现在懂得是有限度的突破 不是无限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有造作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 我们跟美国的距离有万多公里 我们在这里 港堂里面 讨论研究课程 美国那边的同修 从网络上立刻就能看到 这个时空好像也突破了 是用机械的办法来沟通的 机械的能力有限 而且对方还要有设备 没有设备还是收不到 那不自在了 佛教我们的方法自在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得自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